大家好今天是5月19号轻松的周末 礼拜五大家要记得 我们的周选择权大概都不会动作 那为什么不会动作 因为周选择权 如果没有预期是一个波段攻击的话 不管是多或者是空相对的 星期四跟星期五最好都不要做 因为每过一天 会减损一天的时间价值 而明天礼拜六后跟礼拜天 你要想如果礼拜一开平盘的话 刚好call跟put的周选择权 两边都会减损大概三分之一以上的价值 所以没有必要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去进场 除非有大行情 那这里我们就看目前来看 多头是一定的方向 可是个股差很多 我们昨天是不是有提到2453的铃群 今天不会因为铃群跌停 我们就不讲它 反正跌停的时候我还告诉你 跌停你要面对 我们买在28块的 而你一路看影片 最少都买在32、33左右的低档 一路抱上来就算今天跌停 就算你33买的 今天跌停你还是赚一倍 有没有看到 你还是赚一倍啊 了解吗 这就是买主流爆波段的威力 相对的 如果你最近才买的 那你要记得 一定要打电话给周逗 今天的跌停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就是关西人声让 声让的张数高达1500张 而很多人想说关西人声让 难道就一定要跌停吗 当然不是 昨天涨停 你了解吗 那今天跌停相对的 来看 我说基本上 它还在做一个整理 既然还在做整理的话 我们就不要吵它 因为我讲过 它呢再来一次呢 84块 再来一次这个高点 不管接近 不管道 不管锅 我都会做一个动作 那目前没有动作 那今天跌停呢 你担心的话 你就要打我们的电话 0223219933 来找周董 周董负责免费的咨询 告诉你呢 你现在不管你有10张 或100张的零群 买高了 或者买低了 我都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因为这张股票 周董最熟悉 我呢 从28块介绍给你 所以呢 我从头负责到尾 好 进入我们今天的大盘 我说呢 大盘很可爱的 很多人想说呢 涨高会回挡 我说呢 台湾股市没有你讲的这样 台湾股市呢 只有涨多 还会再涨 我什么时候开始告诉你的 当他突破10日线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呢 上面有任何的压力 只有我告诉你 过了10日线 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 所以呢 涨高还会再涨 涨高还会再涨 昨天的关键价呢 是不是已经定在了高点 那昨天呢 周董影片下方有人留言 说呢 我昨天的关键价了 应该是高点 可是呢 却打错了 所以今天有改 今天有改 答案是16128 昨天的高点 昨天的高点呢 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还是过了 昨天的高点 昨天现货的高点 你要记得 期货永远在骗人 只有现货不骗人 那现货怎么不骗人 现货呢 拿几千亿的资金 今天是不是3200亿 3200亿来买进 不是开玩笑的 买进3200亿 卖出3200亿 所以成交3200亿 懂吗 了解吗 这样庞大的资金呢 不是你跟我来控盘的 是什么 市场力量 所以呢 昨天的高点 16128 今天的现货 有没有再过 来看 今天再过 所以呢 答案就是多方 那多方要怎么做 周总告诉你 我说呢 我的想法 是以数学来做基础 所以呢 我们的稳胜之路呢 我一定告诉你 这个道理啊 就在我每一天的 解盘当中 那如果你在我的影片下方 有留言的话 今天呢 你都会做 这是上礼拜的留言 上礼拜的留言呢 问我呢 是不是呢 隔天礼拜三 15700守不住 会往下重挫 我跟他讲是的 没有模拟两可 了解吗 相对的 隔天呢 就恭喜他 盘中已经赚了三倍了 再最后恭喜他 最后赚了5.9倍 所以有问的 你看到没有 上礼拜三呢 就可以赚5.9倍 10万块就可以赚59万 好 那接着 昨天呢 有人恭喜周总 最近的影片呢 留言呢 相当的热烈 这是杨先生 恭喜周总 怎么样 站稳时日线 续创新高 老师真神 那我当然 其中呢 我也给他回复 回复呢 我对他的感恩 或者是呢 最新的看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有留言的呢 周总都会亲自 跟大家互动 而且告诉你呢 未来会如何 好 那昨天呢 同时 这位先生 定先生 他就说 老师你说 今天的盘是多头发动 所以不做空 是因为目前在 时日线上 关键价值上 而且加上开盘价 就过昨夜高 完全的强势 所以不做空吗 答案是的 那他会问哦 那如果呢 将来开盘在 最高点之下 站不上 昨天夜盘高点 也站不上 开盘价 是不是当天呢 可以来判断 做空 我说呢 教学相长 可是重点 你要会问 如果你不问的话 我不知道 你不懂在哪里 我教的很简单 可是呢 你自己呢 太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太有 自己的想法的话 你会怀疑我的 关键价 你会怀疑我的 时日线 你更怀疑我 期货8.45分的 开盘价 你怀疑不晚 所以有疑问 记得有疑问 问出来 有疑问就把它 问出来 那问出来了 我收到了嘛 对不对 来看我的答案 他想做空 来看这一张 他想做空 以为呢 那个期货呢 站不上了 开盘价就要做空了 他想做空 有没有 这属于什么 以为涨高会回答 我直接跟大家讲 强多不做空 开盘价之下也不做空 做 做多策略单 好 这边跟大家解释 直接做多 做 做多策略单 那什么叫做做多策略单 很多人这一辈子很可惜 你做期货 你做选择权 明明你知道方向 你做的方向也是对的 比如最近嘛 对不对 你买多 你期货买多 可是呢 往往 往往 你会设一个停损点 你设一个停损点 买多设停损点 这没有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往往你的停损点 一到一到 你停损了 暴涨200点 你的方向是对的 你设停损点 也是正确的 因为呢 我们知道期货呢 不设停损点 后面的做错方向会很惨 所以为什么你都对 到最后你亏钱 后面暴涨200点 不干你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 谁在洗你 谁知道你的停损点在哪里 谁故意要洗你 了解吗 那答案只有一个叫外资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呢 不用停损 我只要抓方向就好 抓方向怎么样 杀下来对不对 买劲 hold住 买劲 hold住 杀多少都不会怕 而且都敢 分批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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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设停损 这样的策略单不用设停损 不用设停损 谁发明的 周董 周董发明 所以你今天想要知道 什么叫做做多策略单 我可以免费叫大家 不过等一下打电话 来 继续 所以强多趋势 做多策略单 就是一路做多就对了 那怎么做 我开始要分解了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 我们的招式很简单 可是你听的会很复杂 所以我要一步一步分解 记得今天的教学影片 把它收入到你的电脑里面 把它download把它下载 来继续 所以你看到 这是昨天夜盘 昨天夜盘 昨天夜盘开盘叫16067 那夜盘要看日盘人 昨天日盘最高点16085 昨天日盘的地点15960 所以一开 接近日盘的高点 周董决定积极的做多 所以我就切入 大概在16067附近就切入 用做多策略单 做多策略单买进 买进 拉了第一次 我都不出 那再拉第二次 做多策略单 先出场 也就是原来的高点16150 我跟会员讲 这个附近却先出 所以16067附近 16150 这样赚了大概是80点左右 80点左右 好 接着 第二趟又杀下来了 我跟会员讲 我说挂16100以下 分批买进 记得是做多策略单 不是单纯买多 单纯记得 单纯买多 一定要设停损点 做多策略单 不用设停损点 我再讲一遍 你单纯买多 或者你单纯买空 都要设停损点 而做多策略单 它本身进场就有保护了 所以不用设停损点 不用设停损点怎样 杀下来 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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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高 先走 来看 好 所以我们不预计它会杀到哪里 可是当杀破16100的时候 我们最低可以买到16074左右 那是不是再来拉一次接近16150 这边又除掉 这是昨天夜盘 昨天夜盘已经做了一次 然后做两次 昨天夜盘又杀下来 是不是16100附近 又买进 又买进 不管跌到哪里我就是买 因为我们的做多策略单不用设停损 然后再来 今天呢 一开盘是不是过了16150 我跟会员讲 过16150 或者在附近就先出 所以又赚了 对不对 好 今天早上 有没有杀破16075 有没有 我跟会员讲 16080 在这边的时候 在这边的时候 就跟会员讲 16080 以下 分批买进 做多策略单 会员想说 现在才16120 你怎么知道会到16080 总统告诉大家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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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 往下杀 做多策略单 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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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高 都给他 来看 有没有 买进 接近16150 再买 有没有 所以一个一个分解 你看得懂 原来是这样做 有没有 你要记得 我们不运期 它会跌到哪里 我不运期 可是往下 我都要做 做多策略单 我分批 我就一路咬着 因为做多策略单 是我们买进去的时候 记得 来看 我们买进去的时候 就已经设好保险了 所以它跌下来我们不会怕 不会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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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高 卖掉 来看 所以呢 账面上是赚270点 因为我们有做策略单 所以大概是赚140点左右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方向对一定赚 我们利用的就是这个定律 有没有 多头的定律 为什么我敢在一个适当的价位 一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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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多头 它的定律叫什么 屡创新高 懂了吧 了解吗 懂不懂 懂了吧 来 继续 所以呢 做多策略单 是周董的罚报 我只抓方向就好 所以呢 你要知道策略单怎么用 怎么去施展 我们今天就免费教大家 麻烦你打0223219933 好 各位继续看 所以呢 影片下方呢 欢迎大家留言 这样的点阅率呢 36万次 希望大家呢 帮周董的影片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然后呢 这是今天做对边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期货方面 然后呢 选择权方面呢 我没有再追价 我就买月全嘛 昨天是不是赚94% 今天赚一倍嘛 记得哦 粉红色是账面上的 我都还没有出哦 好 所以呢 周董的影片 尤其这礼拜 你每一天都要看 我每一天的想法 我怎么想的 我为什么要做 我为什么没做 我为什么做了以后呢 有没有 粉红色的 把多单留着 隔天呢 自然让它结算在最高价 五月台子期 赚351点 好 那为什么呢 我的选择权呢 赶在礼拜三的时候呢 先帮会员赚2.4倍 然后第二趟呢 再赚8.1倍 为什么我敢买 为什么我要买 我都在呢 影片当中有介绍 所以呢 你要记得 我的影片啦 这礼拜啦 只有四天 来 只有四天的影片 17 18 19 还有16 16 17 18 19 这四天的影片 麻烦都要看 就知道呢 为什么呢 我总是用数学 来带我的会员 赚到该赚的倍数 来 来看 所以呢 这个礼拜 上礼拜四到 这礼拜三赚了18倍 然后这是每一天做的 我每一天把它加总 有没有 然后最后一天呢 先赚2.4倍 再赚8.1倍 我影片都有介绍 所以呢 加总起来的绩效 的确是18倍 我用的是数学 我也呢 没有盖牌 我都让你知道呢 我用什么数学 比如说呢 十字线 它是一个平均数 十天的平均数 多头呢 如果呢 在十字线之上 每天过高 那就叫多头 那空头很简单 麻烦你呢 每天破低 而且要在十字线之下 那现在是多还是空 我相信你看得出来 了解吗 所以呢 永远 习惑跟选择权 它会做到对的那一边 它不是恐号 它是真的 它是真的 它真到 我每一天都告诉你 我怎么做的 来来看 这关键价 我今天改了 16128 有没有看到 就这样 所以呢 我给你的都是数学吧 关键价 十字线开盘价 那是今天的开盘价 今天的开盘价 有没有 刚才那个同学呢 是不是在昨天的影片问我 如果呢 今天开盘价之下的话 我可不可以放空 我可不可以放空 我可可以放空 对不对 乍看之下呢 开盘价之下 的确呢 不宜做多 对不对 可是呢 我给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说 昨天的夜盘 我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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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早盘 还是做多 了解吗 我看的是趋势 了解吗 我不在乎呢 这边要做放空 这边要做放空呢 空一次 空两次 空三次 你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为什么 这边放空 对不对 即使你第一段赚到了 你第二段你也看不出来 可是呢 我们做多 昨天可以做三趟 今天可以做第四趟 我做多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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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多头叫 旅创新高 了解吗 来继续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做的 都是在前一天影片 有人留言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 我怎么做的 所以现在呢 刚刚才开始 整个行情呢 越来越大 有没有 整个量能呢 现在呢 才爆出来 天天天亮啊 有没有看到 天天天亮 很少看到这种 价量起扬 这么漂亮的 所以呢 现在行情才刚刚开始 既然才刚刚开始的话 记得 现在加入周董 是最棒的时刻 因为有行情 有行情 了解吗 有行情的话 下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选择权 周选择权 最少有两倍 到十倍的机会 这个礼拜 我们掌握了18倍 对不对 那下礼拜呢 下礼拜我认为了 应该会接近 所以呢 给大家最棒的 趁胜追击 第六八的专案 麻烦大家 洽询转线 02 2321 9933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公司已忘记 继续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银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